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哥 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玩者的游戏视频 今天主要给大家带来这个四个人 打蓝buff 很欢乐 这边是中奎把对方的蓝buff勾出来之后一直打 然后我们几个人打不死 他边回去的时候一直边恢复起 我们这也是前期不久了 没有什么话语 打了半天打了半天 就打不动了 然后对方的蓝buff也过来 直接把这冰冻 最后还是被我们抢过来 主要就是这个四个人打一个蓝buff 实在是搞笑 什么打都打不死 最后打了半天 才把这个蓝buff拿下来 好像是被那个谁 莫子拿走了 七七 这个七七莫子拿走了 我们来以这个 中奎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中奎现在埋乎在这里看一下 没有人打这个蓝buff 哎 看到对方老胡子在打 莫子先一炮 然后中奎一勾 拉出来 然后三个人也打 打不死 打不死的时候 我从下路也跟上来是吧 跟上来就一直准备 也把这个蓝buff打下来 但是越打越许越会越多 我们有四个人 就是怎么死 怎么 怎么往实力打都打不动 最后王兆军也跑过来 自圆 当然还没有打 所以我们最后 还是在这里一直盘着 最后还是砍下来了 还是被我们收割了 对方的那个花木兰也过来了 其实这个花木兰和王兆军 会到后期会把我们搞得很惨的 有一 大家可以去关注 一些提示品 觉得王兆军 并弄我们的提示品 就其中简洁出来了 好 这里我来展示一下一个大这个这个这个 中奎一个是幻大吸冷的招小气角啊 你要先开大再开展现 这就是这个大帅啊 展示的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那个招式 先等待一下 然后先把大招开起来之后 我们先看人啊 已经超过聚集在一起 他开个大招 先开大 然后再直接开展现 我们就是慢动作 虽然后那个结果并不是结果 大家还都是那个并不完美吧 当然这个套路啊 应该是大家可以学一下 毕竟这个大帅也还是很强 也是个最强丸子 很厉害 好吧 本期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然后谢谢大家欣赏 欢迎大家记得关注 一个视频 关注微信公众号 我一个结束 就是被玩到军杂谱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回忽 快速回忽一下那个前面里面那个 那个四个人 打狼暴虎的欢乐多吧 下期再见 我听到这一句话 你吃多少 你有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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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启利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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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lass Comm TING TING